上一期讲到 女巫答应略得者的请求 前往略得国帮忙 在她刚离开不久 小七醒了过来 看见女巫为他们准备的早餐时 她将熟睡的小女巫叫醒 与她一起吃早餐 之后两个小家伙来到外面采蘑菇 小女巫东看西看看 发现小七旁边的草方块上 刚好就有蘑菇 小女巫开心极了 连忙与小七过去采摘 然而让他们不曾想到的是 一场危机正在悄悄逼近 为了采摘更多的蘑菇 两个小家伙来到了森林深处 这事物突然出现三个村民 小女巫和小七被吓了一跳 其中陌生模样的村民 拿着十字架指向小女巫 想要以此来制裁她 小女巫不明白为什么 村民会这么看待她 自己明明什么也没干呀 当然一旁的小七 自然不会袖手防观 她跳在小女巫身前保护她 可奈何小七实在是太弱小 不一会儿 她就被村民大声中伤 并且昏迷不醒 而小女巫更惨 直接被可恶的村民 送去了另一个世界 小七醒来后十分的悲痛 她将小女巫送的玩偶 放在了墓碑旁 昔日的玩伴就此不复存在 此刻一个仇恨的种子 在小七心里开始萌根发芽 她要给小女巫报仇 经过一片南瓜地时 小七看见了地里的甲村民 因为自身的神力不足以报仇 所以她只能先对着甲村民出气 忽然一个黑影人出现 她只能远处告诉小七 那里有你想要的东西 小七转头一看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城堡 而在当她回头时 黑影人却消失不见 小七没办法 只好死马当红马医 信了黑影人的话 之后小七来到了城堡 走进去看待眼里的 是两拍失去能量的红石傀儡 接着她发现一个箱子 里面有一块光彩照人的水晶 忽然之间 水晶散发出一阵强烈的光芒 下一刻 让人闻风散荡的灾厄教主 就此诞生 灾厄教主利用手中的玄兆 将沉睡的红石傀儡唤醒 没错 她要霸动战争 而这第一战 正是那群可恶的村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